金雀溪下游与大梯田 金雀溪经过丽人瀑布后 继续流过川内、明德乐园和吊虾街 然后与那双溪汇合 除了平等礼后 这里有万双溪最大的一片梯田 那里是丽人瀑布 而那个则是尾伦山 下面是一片大梯田 掉下街上看着片大梯田 上方是竹林 上平等礼的至山路 过了第二个弯道后 左边岔路进入川内会馆 停车场后是温泉会馆 换一面迎宾舍户 园中最鲜艳的是这座日本式的拱桥 桥下游 桥下游构建立了园中最大的一座人工西库 的一座人工西库 园中四座人工室铺都没有设置移椅 中央的步道与咖啡厅 从这里的小步道可以走到上方的绿人瀑布 曾经在这里钻赏到好几只灯火鸟野鸭 当年开幕时曾经为了占用一千多瓶的核冲布而弄上新闻 没过多久新闻店销售秘机 可见背后庞大的震伤致力 九年前川赖歇业了 从此大门深锁 也锁住了通往丽人瀑布的唯一步道 转卖给广达草团后大门移到至上路的路口 周围种植了高维林植物 连桥一眼金雀西也不可得 以同样式样封锁的是明德乐园的通道 其景为森严严禁窥视 大门后金雀西边正在打造财团的秘密花园 十二年前明德乐园门外金雀西的样子 三十多年前 这里是著名的乐园 有过山车等机械化游乐设施 后来转型为明德会馆 再改名为波德会馆 这是会馆大门内的样子 房射跨越金雀西 金雀西下游都被这一排房子遮挡着 要看可以走这里的店铺旁的通道 通道直接连上一道桥 这一段金雀西有着水银河床 这里有一座人工西部 一样没有移厅 小桥下游有着水银河床 小桥下游的天然河床 或者走到至山路马路桥梁底下 从桥梁底下 可以走回至山路路面 上方是内双西二桥 走上内双西二桥 紧靠着至山路桥梁 站在二桥上眺望 这里是金雀西与内双西汇合处 站在西里游望内双西二桥 两条西流汇合后 成为外双西往下游流去 这里的梯田绕着尾轮山 有不同的面向 让我们先看中央社区 入口对面的梯田吧 马路边有石头砌成的步道 步道两旁不断有流水渗出 这一叠梯田 长满了绿油油的西洋菜 在西方西洋菜可是健康食品呢 西洋菜需要清净的水源养殖 刚好这里有金雀西的西水 有水的角落就会有这种 煲汤的好材料 转过这个潮湿的小弯道 来到山下视野看不到的梯田 其实这里是山腰上的小台地 同样种植了大片的西洋菜 农人在田里忙着 冬天最适宜西洋菜生长 二月十 上山的马路 右边是剑南桥对面的别墅区 远山上是剑南路上的寺庙群 西洋菜田后方有水墩 不知道是否从上方的尾轮植银水 这里最醒目的是田中央的几株大树 树下是公寮 除了喝茶歇息外 这里还有一座流龙 流龙对面的是吊虾街这一边 翠山中吊虾街与山脚的传统农舍 路边起分别是雨池与西洋菜田 山下智山路的桥梁 金雀西出水口旁 有金海岸餐厅与养殖池 如今餐厅已经搬到外双西桥对面 上述西洋菜美景 已经是十二年前的旧市了 传说这里已经被财团收购 不再种植了 甚且封锁了上山的步道 十二年前 循着山下农舍旁小路走进大梯田 路旁果然是鱼池与西洋菜田 水泥小进街上石板步道 水泥小进街上石板步道 经过蜘蛛大树 位在高处的梯田 种植了芥菜、高丽菜等农作 石板步道的尽头 有一座三河园 进出只能走山路了 脚下是灌溉的水墩 长着浮瓶与金鱼草 还藏了一只赤蛙 走到大梯田中央处 前方有下坡的输水管 上方连接两只大水管 来自外双溪水库 转过山头面对明德乐园大门 这一带也有许多西洋菜田 上方还有水墩送水 在过去 种植着高丽菜与芥菜等蔬菜 农人辛苦照料着 看驱鸟的关东旗就知道这里的人际网路 冬日里这里有大片芒草花 这水墩接到明德乐园的后方 12年后 去年夏天重走了一回大梯田 水源依旧 一样的西洋菜田已经没有以前清爽了 部分水田种植了通心菜 阶梯上方有丝瓜棚 多了几栋农舍 多了几只看家犬 更不方便通行了 农座更是多样化了 不单是农座 树木杂草也更茂盛了 在沙街两旁出现了几户别墅 这一户12年前还是公定 继续沿着田跟田往前走 这一片是秋葵 这是从前看过的输水管 同一地点12年前的样子 走进香蕉丛 这是下行的输水管 如果从吊下街早上进座小桥 越过金雀溪 越过金雀溪 桥头是一处水源保护设施 水源来自上头的输水管 水源小进镜头后 只能迁就一下 架子上百香果结石累累了 面下明德乐园大门方向的梯田 许多提田荒芳芜 荒芜了 上层的水源崩坏了 已经看不到完好的西洋菜田景色了 当才台湾进驻后 这里与小市民越来越远了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订阅及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